哈喽大家好,马上要过年了 今天我去我们那里的兰花协会买了两颗兰花 这颗大的是卡特兰,是50加元 这颗小的是有点像澳洲石虎一样的石虎兰,是20加元 这两个花买的划不划算呢? 这个卡特兰50加元感觉有点贵 不过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它 它这个苗很大,你看有1,2,3,4,5,6,7,8个 这里面有8个甲铃镜 其中有4个里面有花苞了 这样看来这一盆50加元买的卡特兰还是蛮划算的 你看这个里面,这个里面已经有花苞了 这里面鼓起来那一个就是花苞 这个看起来像是叶子,其实它是为开花做准备的 这个花苞就长在里面,它是保护这个花苞 就像是胎儿的胎盘里面一样,这片叶子就像是里面的花苞的胎盘 它为这个花苞起保护作用 为花苞提供营养,保证这个花苞的生长 等花苞长大以后,它就会冲破这一片叶子 并且把花开出来 卡特兰的苗一般都还是蛮贵的 像我们平时团购,光买一个苗就要30加元左右 而且还是裸根,像这个我是在我们南华协会买的 它已经种好了,你看这个就是它种好了 有盆,有植料,再包括这么大一个植株 这个在我们本地买其实是蛮划算的,至少它已经种活了 像我们平时团购买的,买的那些裸根的 有一些它在运输过程中感染发霉啦,生虫啦 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它放久了,干啊 拿回来还不一定种得活 就算种活了,开花也要蛮长一段时间 像这个我买回来就带着有花苞的,还是算蛮划算的 看这个就是卡特兰的名字 背面是它的价钱 背面是50加元 上网查了一下,按照这个花的名字查 这个花它是紫色的,上面带一点红的 应该还是蛮好看的 这个是像澳洲石虎一样的石虎狼 你看它现在开了一枝花 这个是粉色的 这个花很有香味,香味蛮好闻的 有一点像咖啡的香味 你看它这个植株是蛮大了 这是它的名字 这背面是价钱 我今天是花20加元买的 像这个石虎呢,我是也想了蛮久的了 它这个石虎呢,它的好处 你看它的植株很大 这里面至少有30多棵苗 而且它已经种好了 包括了植料和盆子 这20加元买是蛮划算的 现在就希望它能够早点开更多的花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和分享我的视频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